此盗窃贵族墓葬呢 在这样的盗窝下 还会有珍贵文物保留下来吗 国室终于要被打开 面对一块块7.6米的超大概板 考古人员果断使用了塔吊起吊 盖板被掀开 国室中间是放置墓主人棺木的官室 四周的墓室排列有序 但可惜其中最重要的东室已经被盗墓者打穿 只留下了一些无足轻重的青铜构建 北边的惠克室发现了一尊 7米卧露体型巨大 而且头身脚各个部件都能组合拆卸 其中的露角竟然还是经过打磨的真露角 分配到稀释的工作人员也在进行细致的挖掘 但是按照常规储木的构造 这里安放的都是一些盘子刀具之类的生活用品 所以连盗墓者都不屑于光顾 但是这次稀释却有了意外的发现 一把青铜剑 这会不会也是类似月王勾剑剑一样的宝物呢 很可惜 这只是一把构造简单的普通青铜剑 也没有勾剑剑那样的名文记载它的传奇绅士 但是它却为勾剑剑的千年不锈之谜书写了一个答案 湖北省博物馆的研究员研究了这两座墓葬的内部结构和相似的剑气铸造 判断勾剑剑得以保存的原因是由于墓葬结构与铸造技术的共同作用 月王勾剑剑的主要成分是铜化学性质本身就不活泼 剑身又被镀上了一层寒落的金属 而落是一种非常耐腐蚀耐高温的稀有金属 加上墓室地下水位很高 完全隔离了氧气 宝剑自然不容易生锈 五月两国的精美兵器如此集中的在楚国都城出土 绝对不是一个偶然 自古到今五月之地就以冠绝天下的铸剑术闻名海内外 五毛月剑不仅被当时的人称赞 美名还流传千古 春秋中晚随着两国对外军事扩张的需要 他们兵器铸造业更加呈现出空前繁荣的状态 五月争霸以月王勾剑将五国灭国而结束 到了战国中期楚国灭亡月国 两国珍宝尽数都流入了楚国 这才导致两位王侯的随身配剑埋进了楚国贵族墓 吴王夫差和月王勾剑都曾经是春秋末期叱咤风云的人物 没有人知道这对曾经水火不容的死敌 在2500年前的战场上曾经有过怎样的风云机会 只有他们的兵器共同见证过这段风云激荡的历史 两把剑背后的主人现在早已经被连谱化 成了明君和昏君的代表 但是历史真如传说中那样黑白分明吗 真实的夫差真的沉迷美色浑庸无能吗 亲在岁月悠悠 真相如何也许并不重要 我们宁愿相信 两把历阵的相遇就是为了化解这两位枭雄的刻骨仇恨 现在他们都被安放在湖北省博物馆 躺在同一个展厅遥遥相对 大家觉得比邻而居的剑铃 此刻依旧虎视眈眈还是会选择握手言和呢